哈囉大家好 我是Tommy又見面了 最近在我們寶可夢PTCG的死卡圈 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讓如果有還不理解的朋友也不用擔心 我們這邊有藍人包的影片 請看 請看 那看完這個影片 相信大家也知道是什麼事情了 而且這部影片呢 也因為志祺希希的分享 所以引來了高度的關注 那店家呢 其實也針對這次的事情有做出回應 也可以到粉專去看看 那在我目前拍影片的當下 還沒有得到官方給出的懲處 不過我相信應該不會太輕啦 畢竟所有在玩死卡 不管是不是PTCG 應該都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而且也特別想要知道 官方會給予一個怎麼樣子的回應 好的 那先說一下我個人的看法喔 我也是比較傾向個人造業個人單啦 並不要因為一個人的劣跡行為啊 去影響到店家的聲譽啊 又或者是其他的活動 甚至是去幫這個店家裡面其他的玩家貼標籤啊 獵巫啊這種行為 我都是覺得相當不理智的喔 因為我個人也是被獵巫過的 這種感覺是非常糟糕的 充滿了非常多的不必要的惡意 那從文社呢 其實也是從我小時候在打實體卡牌的時候 就已經在了店家喔 現在也換了老闆 裡面有非常多的老朋友 新朋友喔 這兩年我回歸史卡圈 不管是打遊戲王 甚至是打UA 其實我也是會去從文社玩喔 裡面的環境啊 氣氛啊 其實都還是非常好 那玩家的實力我覺得也是有相當的水準的喔 絕對是全台北地區數一數二的 所以並不希望這一次的事件喔 去導致影響到這個店家其他的一切喔 希望大家可以focus在這個人的懲處 跟他的行為上就好 那為什麼會想要拍這部影片呢 就是因為在兩年前我剛回史卡圈的時候 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 像是OTK他們 他們有跟我分享一些在賽場上啊 會遇到的事情喔 我就有想過要拍一個黑暗兵法的系列 但無奈當時呢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很好的上片時間點 然後我又有別的題材在做 彈射世界的台服也剛上 所以這部影片最後是沒有被我放上來的 那這一次剛好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機會 喔 我這部影片放在我的電腦已經兩年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分享給大家 畢竟在當年啊 我小時候玩牌的那個時空背景 科技沒有這麼發達 不像現在的比賽 還有什麼直播桌 好多攝影機在旁邊拍 那如果你有感覺到有玩家可能會整跳啊 或什麼的 你也可以像這次事件一樣喔 直接有人側拍下來 當時的科技是沒有這麼進步的 所以在賽場上 如果你有不相信你的對手 你就必須自己也要懂一些東西 你才可以防範他出招喔 那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年代 那現在當然也不一樣嘛 然後我也是秉持著 卡牌遊戲的限下賽 其實都是要建立在 雙方互相信任的情況喔 才不會有說什麼口糊啊 甚至是作弊等等的情況出現 但無奈 實體卡片它就是永遠會有這些漏洞 所以我們能做到的 除了害人之心不可有 還有就是防人之心也不可無 於是呢 我們的黑暗兵法系列就這樣誕生了 那如果你看完之後 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開始吧 那電子卡牌跟實體卡牌其實是有一些差別的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電腦會幫你去處理 像是檢索 洗牌 抽牌 切牌等等這樣子的動作 甚至說電腦洗牌其實也不用切牌 那其實在實體卡牌遊戲裡面呢 有一些黑暗兵法 是我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那當然我不是說鼓勵大家去作弊喔 我拍這個系列的影片是希望大家 害人之心不可有 那防人之心也千萬不可無 我今天特別請來了 我一位好朋友 來示範一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黑暗兵法 我們歡迎月希 耶~~ 我是月希 看到這背景很難不是我欸 啊~~ 那今天是要幹嘛 今天是要讓你體驗一下我這十年來的乾貨 一些乾貨 我敢嚇死我 我以為什麼 體驗我十年來 體驗我十年來 我是一個正直的人 我習武是為了強身 好 對 並不是要傷害他人 這邊要先跟你介紹一下這張卡 因為他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張卡叫做大蘭 有玩過遊戲王的朋友應該不陌生 他是一張現衣卡片 然後我今天就是要示範 你會把這張牌送給我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好 我做了一些手腳 然後就當作我們今天在打比賽 因為這個系列主要是 希望大家比賽的時候要訓練 所以我現在應該會在這邊洗我自己的牌 好 好 然後我洗完牌之後給你 然後推給你 然後你輕輕切一刀 對 就正常切 然後我的第一張就會是大蘭 為什麼 再一次 等一下 我看 我看 因為大蘭只有一張 就這張卡只有一張 這張卡只有一張 我不信 我要 只有一張欸 這張卡只有一張 我如果盯著你會失敗嗎 這一招應該不會 喔 這一招應該不會 那我要盯著看 沒有 就我正常洗牌啊 就給你 你就輕輕切一刀 你就正常切一刀 好 我們看一下大蘭 是不是在第一張 為什麼啊 實體卡牌遊戲真的很危險 為什麼 電子卡牌遊戲 可是你沒有怎樣 你不是就 等一下 我看著你洗 你看看我洗啊 我只是需要大蘭在第一個位置 但其實大蘭在第一張也沒有差 因為我洗牌了嘛 然後我給你切牌 你就正常輕輕切 然後切完之後 這樣就沒有 對 再騎手 騎手還是有 只要是在前面其實都可以 切五張其實都算成功 都 都算成功 因為我有做了一些 黑暗冰法 很神奇的 好 再一次再一次 好 洗牌洗牌 沒幹嘛 請你切牌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張 不是 第六張 第三張 第四張 第五張 第六張 欸 你成功了 你成功閃躲掉了 啊 因為在最後一張 對 差了一點 這一招是有機會失敗的 所以他也很難被抓到 因為他不是真正的作弊 可是我們幾次了 再一次 十把裡面如果有七把以上成功 干 那這成功率是爆高 算非常高算非常高 它不會到百分之百成功 可以再一次 反 第一張 哼了 為什麼啊 我隨便切勒 我有做手腳 你剛有了 你做好了 沒有 我在這個整個東西開始之前 我手腳就已經做好了 就我 怎麼切哪有差別 有 有 你怎麼切有差 可是我都是隨便 我不是 對對對 你要輕輕切 因為正常大家在打比賽的時候啊 牌是對手的嘛 然後你也不知道對手的牌貴不貴 你很怕你拿來洗牌 做一些很大的動作 對 因為正常禮貌性 大家都是輕輕切一刀 不會去想要這樣子整個拿起來洗 所以是力道的問題喔 對 所以關鍵就在於力道 就是你輕輕的切 就是我成功的關鍵 好 我試試看 對 我把我的牌洗好 是 切 就切一刀 輕輕的抓起來切一刀就好 輕輕抓起來切一刀 這樣子就是比較有機會成功 看一下 一張 在這邊 第二張 其實你多切幾刀就一定失敗 這個方法的重點就是第一刀 切一刀 表示說我有防止你作弊 對 所以當對手真的都有大籃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抓他 那重點其實就在於卡套 就這兩張牌在鏡頭看起來應該是 完全一模一樣 我這樣看也是一模一樣的啊 你這樣看也是一模一樣的嘛 對 其實他卡套是有一些小巧思的 我拉出來給你看 什麼意思 因為你這樣看你會覺得我套的是兩層嗎 所以這張卡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這張大籃就不一樣 這張大籃其實有第三層 什麼意思 他其實在裡面多套了一層 第一層的後卡套 然後這一層第一層的後套是非常是最硬的 要特別去買的 你可以摸摸看 你一摸就知道感覺不一樣 他很厚 他是一個加重過的第一層後套 然後他可以改變整張卡的硬度 所以當你做輕輕切牌的動作的時候 他就會掉落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抓的比較用力一點 他可能就是在第一張 所以正常你切一刀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上這招的當 真假的 有意識到之後 其實就整個想法會變得不一樣 輕輕切 對 你只要輕輕切 輕輕切第一刀就很容易 大籃都在這找 蛤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第一層卡套後套的這個魅力 就這樣而已嗎 就這樣而已 其實就這麼簡單 你沒有什麼把它放在哪裡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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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早就知道 因為應該說有加工過的卡在最上面的時候 我一摸我就知道 真假的 有種不一樣 對 他是不一樣的 摸起來其實是不一樣的 一點點差別 蛤 就是很細微 蛤 哈哈哈哈 像我們實體卡牌 其實很多卡他都是有高版本嘛 就譜卡跟閃卡 那我這樣子的加工手法 其實有點是強制在把我的閃卡更加一層 所以今天狠一點的人呢 他可以把所有牌組裡面的基本牌 比較不重要的牌 他全部都用最低版本 他就把key卡 像遊戲王現在有手坑 那寶可夢可能就是一些檢索卡 或是只能放一張的卡 他就用高版本 高版本之後再做這個手腳 所以對手只要是正常切牌 他可以拿到的一定就是key卡 所以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這個手法 是用在很多張卡上面 我不是只用一張的話 那其實你就算怎麼切 都很容易會出招 所以很難防耶 這個很難防 而且特別是他是卡套 他是在卡套上加工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難防 你唯一能破解的就是 多切幾刀 你毫無意識耶 毫無意識 我就是隨便啊 基本上實體卡牌危險的就是這樣 我以為是位子 不錯吧 好陰險喔 很陰險喔 好陰險喔 幹啥噁心的大人 拍這個系列是希望大家 防人之心不可無啦 今天這個算是一個系列的起頭啦 所以還有很多類似之類的招式 很多類似之類 但是其他的就沒有道具了 其他的就是手法 對 因為你能做的道具其實不多 你還是要看起來是長得一樣的嘛 剩下的可能是一些人家可以投機的時間點 幹好想看喔 然後如果沒成功的話 通常其實也是在最後一張嘛 嗯 在最後一張 有使用這招的人 你切完 假設他現在在最後一張 嗯 那你還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不是說的 我一摸我就知道 嗯 第一張不是 那我就可以知道他在最後一張 那他就有機會 換到第一張 就這個動作其實沒有很難 這個其實不是說要很俐落的動作 就只是你只要看著對手的眼睛 他沒有在看你 你其實就可以換好了 因為你是從最後一張拉到第一張 所以有時候 你的對手真的不是運氣那麼好 他並不是天選之人 對 是後來 我喜歡電子卡牌遊戲 就是因為電子卡牌遊戲 有真正的賽狗 沒辦法用這些黑暗兵法 但我們也不是鼓勵大家作弊 是希望大家在比賽的時候要多小心 那其實每一種方法都有破解的方式 可是你可能就是要更專注於在比賽的流程上 因為有些人去打比賽就是 覺得顧好我自己就好 因為他沒有去想過 對手有可能會整kill 這個第一層的後套 很輕鬆就可以買到 現在更方便 現在可能網路上搜一下就有 而且很難檢查 最主要是比賽的時候 你真的沒辦法去檢查 人家是不是有偷塞卡套 我也不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出來 每個人在打比賽的時候 都在 裁判我想要檢查一下他的卡套 對 其實這樣是 會變得比較麻煩啊 但其實只要多切幾刀就好 就記得 人家給你切牌的時候不要只輕輕切一刀 基本上就可以避免這種狀況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覺得這一系列的黑暗兵法非常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你之後可以拍更多 或者是你在賽場上有遇到什麼其他類似的狀況 你很疑惑啊 你覺得你值得更好的名次 也可以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那我之後會找月曦 或是再找別人來繼續示範這一系列黑暗兵法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嗨 sexuality mour 大 你 欠老師 STEPHAN